在教育议题方面,位于洛县东区的核桃市一向以优良学区著称 不过最近当地的学区却传出财务危机 从2013学年度开始,很可能将没有钱支付账单 目前学区正和教师工会协商谈判中 希望能以放老师无薪假的方式来节省预算 有众多洋艺学生就读的核桃股联合学区 最近宣布他们财务出现困难,无力再支付学区的账单 此举可能导致学区无法再自行管理他们的预算 需要由县补接管学区的财务 学生表现一向优良的核桃股联合学区 为何会出现如此的财务危机 学区内的华裔教委陈立德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时解释了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五年的时间 没有收到个财务的财务 比如说我们的财务都有增加 那明年他们应该给我们多一点这个经费 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学区没有收到 那再来是我们的这个教授 老师的薪水比一般的老师的薪水还高 陈立德解释说核桃股联合学区85%的经费来自州府的补助 而且比其他学区拿到的补助要少 因为学区内居民的收入较高 而所有学区经费的九成用于教职员的薪水 所以学区认为减少薪水的发放将有助于解决学区财务上的困难 目前学区正在和教师工会协商谈判当中 希望能够放全学区将近500名老师 每年6到9天无薪假的方式 作为主要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教师工会不同意 工会要我们减一些program 所谓减program就是把IP cut掉 把一些extra curriculum cut掉 比如说band啊music这些cut掉 学校在不愿意cut这个所有的program之下 然后工会又不愿意有full date的情况之下 就很僵 就僵在这边 若显县府将在下个月派人居中协调 陈立德教委预计 核桃股联合学区的财务危机 要到明年三四月时才可能解决 18台新闻黄明怡张艺锐核桃市采访报导 在海外公团的现场 线这些柔学区 但我们在海外公团的 南海上 所调的街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